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早前曾听朋友这么描述 说中共的法律就是松紧袋 让它松就松 让它紧就紧 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司法是相当黑暗的 最近体制内的司法专家有更具体的描述 被称为刑法学小王子的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祥在网络流传的一段视频当中 讲解了中共司法机关和律师界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罗祥引用了斯伟江律师的一个比喻 说中共司法程序就是公检法这三家打麻将三缺一 于是就把律师拉进来凑局 凑局的关键就是律师不能胡牌 只能点炮 如果律师敢胡牌 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也就是说 律师只能配合司法机关去迎牌 外界认为 中共司法腐败由来已久 共产党的制度导致了司法黑暗 要想解决司法黑暗的问题 必须先解决中共的体制 在这个两分多钟的视频当中 罗祥说了这么一段话 在司法实践中 只要证人改变口供 司法机关就认为律师有引诱的嫌疑 他说 我们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好好的 怎么律师跟证人一碰面就改了呢 他肯定有什么嫌疑 诱供的嫌疑 先把你抓了再说 很可怕 不过罗祥又举例说出了更可怕的事 云南昆明在法庭辩论阶段就直接抓律师 庭审中 律师怀疑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 这个真实性 因为律师也找过证人 证人的这个说法跟检方提供的事不一样的 于是检方就建议法院休庭 说律师涉嫌做伪证 就在法庭上把这个律师给抓了 罗祥没有说出律师的名字 但是外界认为他指的可能就是王一斌事件 大家知道1997年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的王一斌 代理一起刑事案件 据南方周末报道说 代理的过程当中他被人诬告了 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强奸罪逮捕了 可是这个王一斌在1996年以前 得过一次脑血栓 动过一次手术 已经失去了性功能 而且他还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 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去强奸呢 关押了两年之后 王一斌在1999年底被无罪释放 但是因为已经花光了积蓄 他们夫妻只能是流落街头 一年之后 夫妻两个人选择了出家 或许我们从王一斌的身上 能够了解一点中共司法的黑暗 但估计这也只是管中亏报 时事评论蓝述指出 中共的司法黑暗早已经超过了 人们的想象 是系统性的黑暗 根源就是中共领导说了算 大家还记得 前不久 最高法院办案法官王林青 自录视频表示 他审理的陕西千亿矿权案案卷 在办公室离弃的失踪以后 又神奇的飘了回来 不过核心问题还不只是丢失 二审的一本证券和一本复卷 而是卷宗被人拿走以后换卷了 其中关键的纪要部分没了 巧合的是 两套监控设备 同时都坏掉了 复卷是什么呢 大陆律师陈有希在2017年 曾经发文披露说 这个付卷的含金量很高 里面记录了权力对司法的直接干预 包括案件的请示 批复 领导的批示 有关单位的意见等等 但是永远不会在法庭上亮相 作为中共最高司法机构的成员 竟然不相信机构程序的公正 而选择自录视频 自我暴露 来伸张正义 金融时报表示 这显示出他不但怕丢官 更怕的是丢命 文章质问 这是最高的法院呢 还是中共的黑社会呢 网友悟空图文在推特上披露了这么一段 疑似杨金柱律师的话 说现在的关键是法院可以违法 检察院可以违法 公安局可以违法 但是律师只能够配合 只能够给他们强奸 709事件中被抓 并且被秘密关押了半年之久的隋木清律师 对自由亚洲表示 罗祥描述的那些现象都是真实的 但是早已经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业内的律师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说在现有的环境下 行变律师通常只能给司法机关唱红脸 而不能唱白脸 隋木清指出 如果行变律师的辩护观点 和公检法的主流看法不一致的话 倘若律师用一种比较强烈的方式表达出来 比如向公众披露律师的观点和根据的话 那么这个律师可能就选了 他说恐怕就会面临着危险 包括被调牌 被逮捕都是正常的 被调牌 被逮捕在律师的眼中都成了正常的 谁能想象得了中共的司法有多么的黑暗呢 大家知道 中共统治下 中国刑事案件的这个定罪率长期居高不下 常年保持在99%以上 也就是说100个刑事被告当中 最多可能只有一个被判定是无罪的 那可想而知 这么高的定罪率 行变律师的工作压力会有多大 自由亚洲指出 这个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的原因 但是考虑到多方的利益 这类案子是极少翻案的 像内蒙古呼格杰勒图的案子 案情清楚地表明是冤案 但是也经过了20年才得以平凡 蓝树指出 中共的审判其实就是演出 穿着戏服走走过场 根本的问题是党领导司法造成的 蓝树说 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 造就了公检法系统一大群职业罪犯 这是典型的中共特色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